2017慶祝佛誕節大會日子在Amonti舉行 近萬名民眾到現場共同慶祝佛誕節 同時祈求人心祥和天下無災難 今年的佛誕節大會在中古星當中開始 會動主任委員西萊子的住持惠東法師和貴賓入到會場 現場法師隨後還經祈福 法會當日還舉行了原油會 為來賓提供各種小食、現場表現等精彩的節目 觀念、慾望所以造成我們生活中各種煩惱 當我們去除了煩惱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可以身心健康自在 那麼我們大概在六個月之前就開始籌備工作 今天我們大概動用了有300位以上的義工 那麼這一次的原油會呢 我們大概有50個左右的飲食跟會飲食攤位 那麼整個的活動呢 過程應該是非常祥和 因為每一年結束以後 我們回復場地以後呢 公園都非常讚嘆我們佛教團體 把公園整理得比原來還乾淨 所以這是我們佛教族在社區裡面 贏得好感的這種方式 也是我們表現的一種機會